有伊斯兰党执政的三个州属 会不会跟随中央同步解散州议会呢 在这几天一直闹得沸沸扬扬 虽然伊党之前已经是决定 让他们掌控的三个州属 持续到任期届满为止 但是这个决定似乎有了改变 我们马上连线人在伊党总部采访的记者 谭凯倩 请他告诉我们最新的情况 凯倩请说 是的 威威在连续召开了两天的中委委会会议之后 伊党今天再次召开了会议 那么从今早十点开始 就陆陆续续看到伊党领袖 陆陆续续的抵达了位于吉隆坡的伊党总部 当中就包括了吉兰丹州务大臣阿牧耶古 中委阿沃哈辛一庆团长阿牧法德里等等 那么根据副主席兼登加楼州的州务大臣 那都斯里阿牧三所理昨天的说法呢 他们今天的会议呢就会针对伊党所执政的三个州属 也就是吉达吉兰丹跟这个登加龙 是否会解散州议会同步举行州选呢 今天的会议就会有所定案的 而今天出席会议的这些领袖呢 在受访的时候也证实了这个说法 不过他们也说就算有了这个结果呢 也会一如往常 会透过这个发文告的方式去宣布的 我们来听听看他们稍早前是怎么说的 有什么事呢 有什么事呢 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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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XGo 今天会议的另外一个焦点 也就是商讨一党和巫统和国盟的关系 究竟一党会不会继续和这个巫统合作 去共同迎战来临的大选呢 那么我们也都知道了 一党一直以来都坚持要求穆斯林大团结 也一直没有放弃和巫统共组的全民共识 不过巫统的态度是相当的强硬 早前更是开出了三个条件 也就是要求这个一党断绝和土团党的政治关系 以及必须离开这个国盟 那么一党究竟会不会满足这个条件呢 根据今天出席会议的这些领袖呢 他们也是说到今天的会议可能会对这个课题有所定案的 那么目前值得一提的是 如果两党最后还是谈不拢合作的话呢 巫统和一党很有可能在接下来的大选中 在27个国席是会硬碰硬的 那么目前这个会议是还在进行中的 到底有些什么结果 我们现在还是不得而知 不过我会继续留守在这里 更多消息请留守今晚8点的八度空间华语新闻 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朋友主播 薇薇 好 谢谢凯切 为我们从一党总部上来的第一手消息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